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地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 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 压眼珠或者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 我们现在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现在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今天我们开始静坐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 符合把圣神师父所教导的静坐要点 总共有四个就是 失败 失败的意识又包含了三个意识在里面 有轻松舒服 有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识 第二个要点就是 失败 所谓的失败就是 觉知正念 第三个要点就是 持续 最后一个要点就是 观察 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 失败跟 失败 平衡 失败跟失败 平衡 我们就把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维持 维持 持续下去 然后如果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我们今天静坐的经验怎么样 如果我们今天 静坐的经验很好 我们也观察一下 静坐经验好的原因 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静坐直前 先拉近 或者我们 有看风景 有和自己喜欢的饮料等等 我们也观察一下 但是如果我们那一天 感觉静坐的经验 不是很理想的 我们也观察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验 才不会理想 当我们找出原因 这个就会对下一场静坐有帮助 所以四个要点 我们就先从失败开始 请大家失败失败地做 也就是当我们坐下去了 我们感觉这样坐是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船壁马通 感觉 最起码就是不苦不乐 或者没有勉强的 这样就可以 没有勉强的就是 轻松舒服的地处 然后我们来观察 看看 我们全身的肌肉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 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眉头也跟着放轻松 哪里紧绷 哪里正在做着眉头的话 我们也稍微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都放轻松 顶部 两侧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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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完全 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怂 太直的话 就会让我们感到紧绷 不舒服 但是如果太怂的话 就会让我们容易昏沉 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得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腰部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小腿 直到我们十指 脚趾头 都完全 都完全 放轻松 现在我们全身 都放轻松 全身 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毫无 紧张 毫无 用力 然后我们来 假设看看 现在我们的体内 是空性的 也就像一个空性的透明管子一样 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因为是透明的管子 所以里面都是空性的 所以里面都是空性的 空空的 我们的空性的透明管子一样 我们的空性的透明 我们的空性的透明 我们在一种最深的 最深的 最深的 在慢慢地吐气,感觉轻松,失败。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都是无际无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把所有的念头宣布都放下来。 封开以泄放下所有静定乎他。 感觉轻松,自在。 然后再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哪里感觉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 Sabai, sabai, sabai的。 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的时候,我们感觉轻松,自在。 我们很想把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轻松松,自在舒服点。 轻松松,自在舒服点。 我们可以让心休息在舒服点。 轻松松,自在舒服点。 当心宁静的时候,心会慢慢地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身体的中央点。 。 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在做什么。 我们只是宁静。 只是把心静定在舒服点而已。 Sabai, sabai的。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当心智头放宿。 感谢观看! 还有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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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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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